哥罗森书 哥罗森书第一章 因天主的旨意 做基督耶稣宗徒的保禄与蒂茂德弟兄 致书给在哥罗森的圣徒 及在基督内忠信的弟兄 愿恩宠与平安 由天主我们的父赐予你们 我们在祈祷时 常为你们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和父 因为我们听说 你们在基督耶稣内的信德 和你们对众圣徒所有的爱德 这是为了那在天上给你们所存留的希望 对这希望你们由福音真理的宣讲中早已听过了 这福音一传到你们那里 就如在全世界上不断结果不断发展 在你们那里 自从你们听到了福音 并在真理内认识了天主的恩宠那天以来 也是一样 这福音也就是你们由我们亲爱的同仆 厄帕夫拉所学得的 他为你们实在是基督的忠信仆役 也就是他给我们报告了圣神所赐予你们的爱 为此 自从我们得到了报告那天起 就不断为你们祈祷 恳求天主 使你们对他的旨意有充分的认识 充满各样属神的智慧和见识 好使你们的行动相称于主 世事叫他喜悦 在一切善功上结出果实 在认识天主上获得进展 全力加强自己 赖他光荣的德能 寒忍荣寿一切 欣然感谢那使我们有资格 在光明中分享圣徒福分的天父 因为是他由黑暗的群世下救出了我们 并将我们移置在他爱子的国内 我们且在他内得到了救赎 获得了罪赦 他是不可见的天主的肖像 是一切受造物的守生者 因为在天上和在地上的一切 可见的与不可见的 或是上作者 或是宰制者 或是率领者 或是掌权者 都是在他内受造的 一切都是借着他 并且是为了他而受造的 他在万有之先就有 万有都赖他而存在 他又是身体 教会的头 他是原始 是死者中的守生者 为使他在万有之上独占守卫 因为天主乐意叫整个的圆满 居在他内 并借着他是万有 无论是地上的 是天上的 都与自己重归于好 因着他 十字架的血 立定了和平 连你们 从前也与天主隔绝 并因邪恶的行为 在心意上与他为敌 可是现今天主 却以他血肉的身体 借着死亡 使你们与自己和好了 把你们呈现在他跟前 成为圣洁 无瑕和无可指摘的 只要你们在信德上站稳 坚定不移 不偏离你们 由听福音所得的希望 这福音 已传与天下一切受造物 我保禄 就是这福音的仆役 如今我在为你们受苦 反觉高兴 因为这样 我可在我的肉身上 为基督的身体 教会 补充基督的苦难 所欠缺的 我依照天主 为你们所授予我的职责 做了这教会的仆役 好把天主的道理 充分地宣扬出去 这道理 就是从世世代代以来 所隐藏 而如今却显示 给他的圣徒的奥秘 天主愿意他们知道 这奥秘 为外邦人 是有如何丰盛的光荣 这奥秘 就是基督在你们中 做了你们得光荣的希望 我们所传扬的 就是这位基督 因而 我们以各种智慧 劝告一切人 教训一切人 好把一切人 呈现于天主前 成为在基督内的成全人 我就是为这事而劳苦 按他以大能 在我身上所发动的力量 尽力奋斗 臂力奋斗 尽力奋斗 和尽力奋斗 弹筛 跟尽力奋斗 肌肉奋斗 区肉奋斗 他按下 对 或许力奋斗 我就是 误于 异